她是拿自己打窝的女钓手 也是知名钓二代 是什么让美女钓手在钓鱼前 用自己吸引鱼 又是什么 让她女成副业 小虾蜜的成就 能超过老崔吗 我是邦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小虾蜜的钓鱼之路 她是网红钓手 擅长钓鱼业喜欢钓鱼 不用其装一幅吸引眼球 兢兢业业钓鱼吸引百万粉丝 她表示自己不一定会钓鱼 但要做一个快乐的钓鱼人 难道这就是小虾蜜用自己喂鱼的原因吗 小虾蜜最让人难忘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她在钓鱼期间 不专心坐在旁边 反而利用自己身材娇小的优势 蹬在钓箱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以她的体重完全可以稳稳蹲在钓箱上 但没想到由于小虾蜜错误 估计了钓箱摆放情况 在她刚蹲上钓箱没一会 就和钓箱一块儿划进水里 上演一出用自己喂鱼的大戏 有网友调侃小虾蜜 说她会做菜给鱼吃 看起来是夸奖的嘲笑 让小虾蜜哭笑不得 在钓下去的一瞬间 连小虾蜜自己都被吓到 她完全没想到河边土地竟然这么滑 网友也没想到 竟然真的会有人蹲在钓箱上钓鱼 小虾蜜一番神操作 让人们开始怀疑她的智商 网络上的女钓手并不少 但为何小虾蜜能在其中脱颖而出 和其他人相比 小虾蜜显得更加稚嫩 她从不用其装衣服以及搔手弄资来吸引别人 只是用自己的技术 以及自己沉稳来获得关注 在钓鱼过程中 小虾蜜很少说话 担心自己出点声音 就会将水下的鱼儿吓走 虽然小米现在才20岁 但她有多年钓鱼经验 刚开始网友还怀疑她话中真实性 当得知她真实身份后 对她说自己20岁有10年钓鱼经验这件事 深信不疑小虾蜜的父亲 事业内知名大佬崔炳亮 在别人还没有玩路亚的时候 崔炳亮已经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钓鱼方式 并且多次在大赛中取胜 作为她的女儿 小虾蜜也继承了崔炳亮的技术 并且由于从小受到熏陶 致使她在钓鱼时从不浮躁 也让她真诚对待钓鱼这件事 但是或许是小虾蜜还不想报过身份 虽然网友已经猜到她和崔炳亮的关系 可小虾蜜几乎没有主动提及 只有在受到欺负时 才打电话让崔大师过来帮忙反击 当小虾蜜遇到不讲理的黑坑老板 她辛苦钓上来的鱼 被人们放走 小虾蜜一个电话 直接喊来打崔炳亮 单单两个小时 教会老板做人 这就是钓二代的底气 许多钓鱼爱好者 并不想称呼小虾蜜为网红 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位真正的钓手 而不是打着钓鱼旗号 来为自己长粉带货的网红 小虾蜜之所以能得到长辈认可 不仅是因为她是崔炳亮的女儿 还是因为她精湛的技术 以及她不炒作 对于小虾蜜的技术 你有什么看法 有朝一日能超越崔炳亮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